咱就趁着早上这个照样 一起来逛一下韩馆造势 最近出了好多好多的汁水 比一个手指都还粗 今天实现了鱿鱼自由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艺 要说韩馆的著名景点 韩馆招式一定排得上名词 今天呢 现在是早上的7点42分 小一起的一个大早 咱就趁着早上这个照样 一起来逛一下韩馆造势 走着 这一进来就是一股咖啡香 而且这边特别多 全都是在棚子里 所以就没有外面那么冷了 还挺人心话的 已经开始排队了 那我身后就是这边最著名的游戏项目 钓鱿鱼 我们也赶紧去钓一下 太激动了 喷了我一连水 然后就发现那个水还挺咸的 小鱼我真厉害 应该是钓到了最大的那一条 钓鱿鱼是按季节 然后来算鱿鱼价格的 小鱼这回钓的这条是1500日元 这满满的一盆 真的就跟果冻一样透明啊 这边给的酱料是姜和酱油 很新鲜啊 而且非常有口感 嚼起来就有一点绵绵的 但是又有点咯吱咯吱的感觉 昨天小姨在餐厅里也吃了 活鱿鱼的慈善 那边小的是3300日元 今天这么一大条才1500日元 果然还是市场便宜一些 虽然都是鲜鱿鱿鱼 但是这边感觉吃起来更活活一些 口感更好一些 这边的鱿鱼 加了酱油之后再嚼 就越嚼越甜的感觉 而且我还发现 鱿鱼身子和头部感觉不一样 头部更有嚼劲 身子更软绵一些 刚才叫鱿鱼抽奖 还抽到了100块钱 优惠卷 看看买点啥 美龙一只 一只呢 谢谢 这只用了500块钱 这个优惠卷在我兜里还没污热呢 我就买到了哈米瓜 这边的哈米瓜本来是600块钱 用了一个100块钱卷 所以500块钱就可以买得到 光这么闻就全都是哈米瓜味 这一动就好多汁水都流出来了 哇 有点凉 但是 我拿舌头往上一顶 瞬间出了好多好多的汁水 这也太甜了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上全都是汁水 Oh my god 就连边边都非常非常甜 这个比果汁还要果汁 是200%的果汁 韩馆市场就有这个特点 刚才走进来全都是螃蟹 果汁水 没拍到啊 出了门就发现这边居然有马粪海胆 这还等什么呢 小一点的一个马粪海胆 它价格是1500日元 而且都堆成了小山庄 这黄的也太明亮了 感觉就很新鲜 好冰啊 又在嘴里化开 哇 白海椒这什么东西都在嘴里化开了吗 是因为嘴太热了吗 这一勺 奶香奶香的 我都已经快了第三勺了 用一半都没吃完呢 我感觉底下比上面好吃 上面有点冻住 底下就完全是化开的状态 吃到现在 小姨怎么觉得 这个满嘴里全都是海草味 这满嘴全是海草味 我也要变成一只海草了 呵呵呵 这边牡丹虾比一个手指头还长 而且它还比一个手指头还粗 上面还给了它的小鱼子 吃前先给它做个马撒击 这样让它可以变得更加的Q弹 我这么包着它的皮 就觉得它的皮好硬啊 肉非常的Q弹 而且非常的甜 就是有点可惜三口就没了 整只虾全身上下 脑袋后面那部分是最嫩的 很软糯 但是里面又带了一种种 QQ的感觉 好虾 为它鼓掌 一个字 绝 冬天就要吃点热乎乎的东西 所以就是吃了包子 那这边也是螃蟹包子 不对 这边的包子叫做螃蟹土豆包子 那这一个包子价格是450日元 我们来看一下 外局很松软 而且还挺有弹性的 闻到了一股螃蟹跟土豆味 好烫 咸咸的包子 有点像螃蟹可乐饼 然后里面的那小 不用太嚼 因为它是土豆给磨细了 有点像土豆泥在里头 所以一吸溜就可以进去 暖和了 我又被旁边的山贝给吸引了 可能我上辈子就是山贝精 那叫荒精 哈哈 荒精 这一个山贝价格是700日元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外表烤得挺熟的 但是里面还有一点点嫩嫩的感觉 鸡肉感 力量 而且有一股海的味道 山贝怎么这么完美啊 而且它有一股淡淡的黄油香味 山贝和黄油真是最好的CP了 大家吃山贝的时候喜欢不喜欢 里面加黄油一起烤 鱼是非常喜欢 再来吃一下它的裙边 比想象中的要软嫩一些 好了的它还有一些Q弹的感觉 买到了鱿鱼丝 而且据说这家店是在日本人当中 很有人气的一家店 我们来尝一下 这一袋价格是1080日元 好鱿鱼啊 今天实现了鱿鱼自由 这一根是这么长 很好就搅断了 鸡子刚才就在那转转转转转 因为是现烤的 所以就非常的香 这么看一眼 调料表里面有割了糖和盐什么的 还有醋 所以就让这个更加的有味道 而且非常的软嫩 比我们平时在超市买的软嫩的多 这个时候就需要来一杯 瓶油啊 这里边虾米好大呀 里面除了有虾米 还有葱花和海苔 芝士和扇贝的可以来一个 肯定好吃 刚才黄油跟扇贝就已经那么好吃了 芝士跟扇贝那肯定更好吃 再来一个 韩馆特产就是 米卡梅西 我们也来一个 而且还是跟海道玉米黄油味的 小鱼转了一圈 又回到刚才吃梅龙的地方 然后又买了一个 北海道铲的红薯 那这一袋价格是350元 里面都给我们切好了小方块 摸起来有一点点软软的感觉 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红薯 红薯味跟剩余 它的那个甜味 有一股淡淡的甜 但是它红薯味更重一些 这边感觉像是它煮了的 所以有点湿不住的感觉 而且它一点都不硬 也没有那么那么软 这一口一个完全没问题 毫无压力啊 刚刚看了这配料表 没有添加任何别的东西 就很健康 刚才我担心说这一件 我吃不了这件事 真是小看我自己了呀 这边除了卖红薯以外 还卖南瓜 而且南瓜也是给切好了 密封好了的 所以打开吃就可以 那我们也来买一袋这个 买了他们家的三件套 南瓜白薯和土豆 这一大盖得有这么大 得有半个拳头的 没有刚才的红薯鲜 但是它的南瓜味很香 刚才吃白薯 没觉得这么干 就吃了这一口 就觉得特别干 这口感没有那么面 也没有那么沙 但是有点软 刚才吃南瓜吃的口干是糟 所以就往前走走 发现这边有一个咖啡店 就进来点了一杯小咖啡 那小姨点的是咖啡拿铁 这一杯是乌白日盐 上面那个奶泡都是店主手打出来的 老讲究了 就出了点糖 刚才查了一下这家小店 没想到它就已经有90多年历史了 真的是大银银银式 这个招式很大 但是小姨只光了一小部分 只光了一小部分 但是小姨已经很满足了 如果喜欢小姨这支视频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 关注 投币 并转发 我们下期再播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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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